西梦瑶回到上海家中,晒豪宅阳光风景照,屋内已摆好圣诞树。 西梦瑶自从顺利生完了第二胎的女儿之后,婆婆四胎与儿子将全部的精力放到了上海,一心一意地陪伴在西梦瑶的身边。 在西梦瑶女儿Romey出生之后,她表示小朋友还有一些害羞,老公何游君更是称其为掌上明珠。 在产后其实何游君有带着西梦瑶到医院进行一系列的康复检查,并且有媒体透露西梦瑶所住的月子看护中心,总花费超过20多万。 但这一点钱对于赌王家族来讲就是毛毛雨一样,最重要的就是何游君和西梦瑶已经是一家四口了,大儿子何广深也开始慢慢长大。 12月3日,西梦瑶在IG个人账号分享自己已经出月子的照片,并且照片的位置是显示在上海的豪宅之中。 可以证明西梦瑶已经从月子中心搬出来,回到了家中调养自己的身体。 西梦瑶照片拍摄的位置比较特别,从照片之中可以看到三个重要的消息,第一就是位置在自己家的豪宅之中,并且西梦瑶是站在超大的落地窗户前面拍摄的。 而且隔着玻璃她表示拥有一个好心情,然后阳台上面则放着一个超大的企鹅玩具。 而屋内则已经摆好了一个圣诞树。 看来西梦瑶早就已经为家人准备好了圣诞树,一家人准备着提前过圣诞节了。 不过虽然她已经出月子了,但其实老公何游君还是挺忙的,她没有待在深圳的家中,也没有在其公司里面。 因为老婆刚生完二胎,她将自己的事业重心转移到了上海。 期待西梦瑶和家人快一点露面,希望她们能快一点带着小公主出来跟大家打招呼。